然后咱们再来说另外的一个 咱们再来说这个对抗 咱们刚才给大家说的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对抗生存网络 但是呢现在来说啊 我们还是有一个变形 因为最基本的一个对抗生存网络啊 它的一个效果来说还是有一些一般的 然后现在给大家说的是一个DCGN 也就是要把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那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当中的这个卷积给它加进来了 咱们之前怎么做的 咱们之前是用这样一个全连接层一个个去做的吧 那现在呢我们要把卷积加进来了 就是用卷积代替我们之前的那些全连接的一个操作 那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这个DCGN啊 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它的一个特点总之啊 就是它加上了一些额外的一些变化吧 这些变化都会使得你的一个结果是更好的 首先呢在我的一个判别模型上 在判别模型上咱们之前是怎么去做的 全连接去做的吧 现在呢我使用的是一个全卷积去做 也就是说在我判别模型当中就只有卷积了 但是呢跟咱们之前讲的卷积神经网络不一样 我们之前卷积神经网络当中啊是有一个下采样层吧 就是一个pooling层 但是现在呢DCGN这篇论文啊 它是这么说的 为了让这个网络啊表达效果更好 所以说呢我希望啊让它自己的去学习一下 什么样的下采样方式更合适 咱们之前选择的是messpooling吧 就是选最大值 但实际上是不是应该选择最大值最好的呢 不好说 那所以说我用卷积代替一个齿化 用卷积怎么代替齿化 反对不常指定大一些 那也是相当于一个下采样层吧 不常指定大一些 咱们最终得出来的一个图像的 就是得出来的特征图大小就稍小了 所以说啊在这里啊 我们是使用的是一个带不常的一个卷积啊 让让不常稍微大一些 就是取代了咱们之前的那个pooling的操作 让我的一个网络啊 它能够学习自己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下采样啊 该怎么样进行下采样 它自己去学啊 全是带参数的 就不带这个pooling层去玩了 然后呢生成模型啊 咱们之前怎么去做的 生成模型咱们之前就全连接去做 那我生成模型 能不能用我的一个卷积去做呢 也是可以的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图 有我的一个生成器 我们来看 是一个100z啊 相当于是100枚的一个噪音数据 然后一开始呢 我进行了一个投影 给它进行了一个resharp 就是project and resharp 然后给它转换成一个4x4 成了一个1024的一个结构 转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之后啊 然后在这里 我要做的是一个反卷积的一个过程 我们来看 原来是一个4x4乘上1024 咱们正常卷积是什么样 这张卷积是从右到左吧 一张图像 然后通过卷积完之后啊 得到的一个结果 应该是它的一个特长图 个数越来越多 然后它的一个大小越来越小 但是现在呢 我给它就是颠倒一下 一个反卷积的过程啊 就是相当于你的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 完全掉过来了 TNFLOW也有现成的一个 其实就是现成的API 帮我们就是做好了这样一个反卷积 其实呢 就是把我的一个前向传播 反向传播掉过来了 然后呢 一开始啊 给它里sharp乘一个4x4乘个1024的啊 它有1024个特长图 然后呢 反卷积完之后啊 希望得到一个8x8乘上一个512 然后再卷再反卷积啊 再反卷积乘上一个16乘16乘256 然后呢 32乘了32乘以28 那相当于学的是什么啊 相当于是中间这个参数啊 学习的是它的一个上采样的一个过程 在它的一个上采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它这个噪音图像 它就一点一点的去点 一点一点的去学 然后学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啊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啊 最终结果得到一个64乘以64乘以3的 我们要保证最终的一个通道数是乘以3 就是你要得到一个彩色图 你是一个乘以3的 得到灰度图是一个乘以1的 就是要把我一个噪音图像怎么样还原成一个真实的图像 这就是我的一个生成器要做的一件事 其实呢 在这里啊 加入了一个卷积层啊 就相当于是 我们用反卷积啊 去学习了一下 它的一个上采样的一个操作 这个图啊 就是在那个gc dcgen当中啊 它的一个原始论文当中啊 给我们它的一个截图 直接拿回来了 这是我的一个生成模型啊 使用我的一个微步幅卷积 说白了 就是它的一个反卷积 然后容许它自己的去学啊 怎么样是一个上采样 是比较合适的 结果还说啊 跟之前一样啊 咱们是一个啊 咱们有一个alpha值 乘上一个啊 咱们的hidden layer 然后max这样一个值 然后呢 它又加上了一个东西啊 batch normalization batch normalization啊 这个东西咱们之前没说啊 其实这个东西啊 它是作用是非常好的 相当于是 把我们神经网络效果 又给它就是 又给它增强了一些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其实就是说 嗯 它是在我的一些 就是比如说 我经过完卷积之后 我可以加上这样一个batch normalization 它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嗯 最大的解决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初始化的时候啊 有些时候 我们随机初始化的一个参数 可能不太好 随机初始化的参数不太好 就会导致你迭代的一个收敛的一个结果 也不太好 所以说 就还有最大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参数处始化不好 咱们这个反应传播啊 传播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一些梯度消失 或者是梯度爆炸的一些现象 这些现象啊 是一个对我神经网来说 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所以说呢 这个batch normalization啊 相当于是 嗯 在每一个就是卷积完之后的结果上 我又加上了一个标准号啊 做了这样一个normalization 可以使得啊 我的一个 可以使得我的一个结果啊 它是 就是更 就反化能力稍微更强一些啊 稍就是使得我神经网络 收敛的更好一些 batch normalization啊 就是说啊 它其实证明了 我是这个生成模型啊 它初始化的一个是 初始化的一个值是非常重要的 避免啊 我这个模型最终是不收点的 什么叫不收点啊 所有生成样本就是 如果说你看到了一个 你最终的结果呀 所有生成样本都在一个点上 就是都是一都是一样的点 到时候大家可能没看过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失败的模型 就是每一个生成模型啊 它的一个样本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说你生成的不好啊 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这个参数 初始化这个不好所导致的 这也是啊 咱们这个对方生成网当中 最常见的一个失败现象 到时候大家玩自己的视频集当中啊 就可能遇到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说byshenomization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一个代码当中啊 也是加上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加上了这些措施 其实相当于什么啊 相当于是对我的生成器 还有我的一个判别器啊 咱们之前用这样的一个 全连接的方式嘛 现在啊 我用我的一个全卷机的一个方式啊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判别模型 判别模型啊 只需要得出来最终 它是01就可以了 所以说 它的一个输入啊 是一个64乘以64乘以3的 然后咱们的一个生成模型啊 它是一个啊 从100z开始 最终呢 达到一个64乘以64乘上一个3的 然后下面就还有一个图 是让一个反减机啊 就是把我们之前的前传播 反传播完全倒过来了 然后下面啊 就是我们的这些代码 今天咱们这个时间应该说不完了 其实啊 它这个操作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跟之前的一个操作啊 完全基本上就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来看它这个效果要比之前好一些吧 我们看这个值是不是更清晰一些了 也就是说啊 用我的一个dcgn啊 要比之前的效果好一些 主要原因啊 就是由于啊 我们是刚才给大家说的那几点啊 那几点当中都是我们的一个 都是我们的一个改变措施 然后嗯 然后下节课 下节课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代码吧 这个代码 dcgn啊 咱们下节课 我觉得花个五分钟时间就能够说完了 比较简单 然后不一定是五分钟 可能花十分钟时间啊 咱们就能把这个dcgn给大家说完啊 非常简单 倒是把代码发给大家 大家一看啊 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其实就是用卷接啊 代替了我们的一个全连接 其他操作啊 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